尸体还是有 只有部分龙雕而已 只是粗壳看而已 那个还是没有办法很明确 因为它还是浸泡在里面 身高170公分的死者 尸体被这群凶手对折之后 以头脚向下的方式 硬塞到72公分高的塑胶桶内 每一次倒入了20瓶的盐酸 加上热水浸泡 接着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放掉湿水 再添加盐酸 前前后后总共用掉了60瓶 就这样过了将近两个月 换的时候尸体的部分腐烂 脱水只剩下了30公斤 呈现木乃伊的状态 惨不忍睹啊